台湾泡泡 了解台湾的文化和文明 李最厉害 大家好 我是余夫 来 今天带大家来去吃鱼丸米粉 看这 诶 这豆干又没中去 不是啦 这间来吃是不是就是说 你如果来到这 这跟人同样的馆 这都什么 如果去看美国的好莱坞的评论 这最多 这间其实是在买鱼丸米粉 就真的 我们知道鱼丸的鱼丸米粉是非常出名 我以前在电视台有做一个 一千户由台湾 很早以前的事情 那以前有早起来特别给他採访 他现在交给第二台 第二台 第二台都开始对这个很似买的 所以四个去买的 那整个里面的东西 做得到像什么 那么鱼丸米粉的刷片 这也是好吃的 但是这可以看就越多了 来 我们最后来去 一边看一边吃 这间买鱼丸米粉的店 不然好吃而已 传来又仅仅仅仅仅 不然鱼丸米粉传来 烧菜又买一堆堆 这间买鱼丸米粉 全部都可以 呃 丸子看 长什么样子做的图片 所有的鱼丸米粉其实是脆粉 所有的脆粉意思就是说 不是完全都是用米做的 既然的米粉分成四种 他们说他们所用的是第三种的脆粉 除了脆粉以外 里面还要放到油豆腐 跟着鱼丸 鱼丸是用到刷鱼丸 还加一张鱼丸 这样才会Q 好 现在来说这间鱼丸 到底是鱼丸 无创意啊 这些都是鱼丸大 大鱼丸 这边 你再看过来 这边是小鱼丸 这边才是小鱼丸 这边你没看过吗 这边你没看过吗 这边你没看过 可见你没看过很久 对啊 小鱼丸的漫画都没看过 哈哈哈哈 这下什么一刮 鱼丸 鱼丸 八刮热米凹 都没看过 大鱼丸 这头前都是我的 红子 我的时代红子 和无敌浅青钢 木兰奥 都同样 结果在后边放的鱼丸 都很古代鱼丸 如果对着这些模型 有幸福的朋友 就算用到吃十碗鱼丸 米粉汤的时间来看 也看不完 哦 海贼王 这些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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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龙猫 乌龙派出所 现在这间虚宴店 一定团到第二代了 第二代的老家说 他收藏这些东西 一定收藏三十几年了 到底是 要多少钱 收藏多少东西 他也不知道 来 我这个走的味道更多 听说变速割到青菜 啊 这有扁胡子啊 哦 好 好 太厉害了 这个绿巨人一定要缩小板 不然太大声 会把家伙弄弄牌 诶 诶 科学小飞侠 哦 这 民国六十六年 中世 哦 等一下 芒果看 啊 我的魚丸米粉来了 啊 不吃呢 我的米粉 米丸米粉 啊 这是什么 你会跟 鱼丸 和 鱼丸 鱼丸 这个 刷鱼 你还要点什么 青菜 青菜 好 隔壁这间 也是你的店 鱼丸 這個公宅店很大店 那裡面的泰式料理 一般人家說泰式料理有什麼偽泰國菜進入的 不過他的泰式料理這料也是非常好吃 雖然非常好吃,但是賣賓也很好看 我們做的去看看 今天要來換一個咖啡吃泰國料理 這是新規的南方購物中心A2館 我整個地方看起來很瘋 這介紹台最深央深央就是逆羅的藝術 我們再點兩三道而已 你先剩下 泰國米喔 泰國米啦 這不是泰國米啊 不太像 不太像 應該是吧 我們叫還沒有來的是蝦餅 對,月亮蝦餅 跟他在留著 這個叫做月亮蝦餅 這是台式的泰國菜 根本在泰國沒有月亮蝦餅 謝謝謝謝 小拌人家拌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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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哩雞 好,咖哩雞喔 好,他為什麼一定要從那邊上去 你今天是因為泰式咖哩 泰式咖哩啊 泰式咖哩比較好吃 泰式咖哩來弄飯很好吃 你今天來弄飯 來配飯 適合 適合 好像都是我們自己來的 嗯 好 這個叫做泰式炒河粉 這港的湯味 應該是更生更甜 耍耍的更鹹鹹 其實在泰國餐廳裡面 月亮蝦餅 焦麻糬 跟著打拋豬肉 都是泰國菜喔 這味叫做酸辣海鮮湯 其實原本在泰國 這不是一種湯 是一種湯 一種湯 一種湯 台南人也很好看 好 你看看人們白咖哩 好 當然如果好吃很重要 裡面的湯 大家也很重心 吃肉 先刷四季 來去老老 吃肉 吃肉 這間香港湯鍋 盛到烤鴨 的部分開放出來 給大家看 一盞一盞 看看有什麼好處 原來我們兄弟都在這裡 我就知道這是你結婚的 看看有沒有大局 看看就好了 這樣會不會先跟鋼鐵人朱朱俠做回吃暗餐呢 現在現在一台對台灣的飲食文化 一定開始有很多不同的創意出來 所以可以說傳統的東西 現在都變成第一包裝很漂亮 第二這個口味也很多 這就是我們台灣要賣相美食王國的非常重要的一點 所以你看人家在日本買的東西 不管是包裝不管外景 但是很重要的是 他們所做的創意所做的東西也是很好吃 好來我們先休息一下帶你們去 這有彈性在那裡 這有彈性在那裡 你的飲食也很有力 有嗎 這有力就有力 好 台灣泡泡走 了解台灣的文化和文明 李最厚 大家好我是漁夫 我上面有一段 有一段我去中國的潮汕 潮汕是這樣的 本來是跟潮桌跟汕頭 但是因為這兩個後來 去他們中國的和平 所以變成是潮汕 那麼去那裡看到的 我們知道是說台灣的飲食文化 有很多是由中國的潮汕來 所以我特別去菜市場裡面看 菜市場裡面有賣牛肉的公圓 就是用牛肉跟它打成是粥 才做成是一盒的牛肉圓 也有用豬肉 他拿一支很大支的鐵 就在那裡講講講講 我說這個公圓手就回來了 我們來看我們在身上 有一個很有名的身材公圓 身材公圓跟身材米粉 我們兩個都合作會 很好 天生 絕配就對了 那麼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在這間公圓 寵書教叫做 什麼海瑞 黃海瑞先生 他是在一九三控年出身 他在身材市的這個 他那時候叫做寶鍋 寶鍋的上面叫做寶鍋 在那裡學 學後呢 他就說這公圓這樣講 太慢了 產量太慢 所以不可能用雞器 所以他發明雞器 發明雞器下去做公圓 下去做這個 把這個肉打給平 這裡下去做公圓 不過他那時候又秋冬 到他們這個新的一代 他們就開始用雞器來做 在這裡呢 他裡面可以說非常多的這個 品種比如說污積啊 墨汁啊什麼一大堆 一定開始開發出新的這個工圓 我們做會看看他要怎麼做 海瑞鳳丸 這今天看你們有的 特別要來 你猜的方法 我聽說 身材鳳丸 真正是用手 種到豬肉 種到肉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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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吃的肉丸 所以特別來訪問 你現在說要表演 我現在表演 我現在看到 有什麼 有什麼 我覺得 我現在是 有什麼 你現在是 有什麼 這次就很厲害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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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女兒真的這樣一直說 說好肉粥啦 說這個年輕人要做這個 這個不知道要跳嗎 這個就像這樣吐起來 這樣吐起來就有了 這樣吐起來就有了 這樣吐起來 這幾塊都放進去 放醉肉粥了 現在再把他吐起來 放在湯裡來準備 要兩把碗了 好,來,這個 這是冰 放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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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加涼 先加涼 放冰下去 沒什麼用冰 什麼用冰 今天要給燒魚 肉給燒魚 今天要給肉燒掉 放冰下去 退去的溫度 溫度 退掉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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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燒魚 直接燒魚就對了 要燒魚 要燒魚 就好嗎 對,要燒魚 哦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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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燒水 沒燒就沒燥到 是要這樣滑掉 我現在 要最大顆 要最小 小顆就可以了 可以了 太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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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剛好碰到創辦人 不想隨身心 剛才來給我問一下 以前是用公的 把豬肉 說的做 百錢 百錢 要用手公 用手公 要怎麼開來 要 要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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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喔 有喔 如何的學生 這公 比較軟 要蓮 要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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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是可以說的 是怎樣說 因為肉比較早來的環境 喔 比較早來的環境 那是文化的豬肉 稍微的 然後放下去 那早上幾點開始放 欸 早上五點多 五點多 那就是現台的豬肉 然後就放放 啊 現台的 一直放去台 看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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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拿回來點的 看他的肉 看他會光的 會光的 要撿肉 這樣不是 這樣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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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 那你有沒有說那是委帖來的 蛤 那你有沒有說那是委帖來的 我這說是說 以前是被阿朗外過來的 新的區域來的 他們在阿朗外補新的餐廳 新的餐廳 你最好說一台去 找到 這到這樣 我們沒有下去 就好像 這樣拿到一條條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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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又是用這樣說的 蛤 現在又是用這樣說 現在沒有了 沒有啊 沒有現在是怎樣做完 現在 我好朋友 那是 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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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鋸器跟鋸器 有甚麼差別嗎 沒有現在差別 沒有甚麼差別 因為鋸器 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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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茄子的設計 剛才拿下去 就搞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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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從... 是從... 木頭... 木頭啦 對 柴啦 柴子 柴子啦 柴子啦 柴子 那... 茄子下去 就在茶裡面的蠟燥 蠟燥 蠟燥 是這樣喔 用手炸下去 剛才 蠟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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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一手炸下去 那... 一手炸下去 十多分 一手炸下去 十多分 一手炸下去 那香水炸下去 一手炸下去 蠟燥 一分 一分 所以現在也雞翅 所以不管是雞翅或是秋冬的點 都是變成一間點的鎮店之寶 唉唷 唉唷 這是麟鳳廟 你傳承得幾台了 黃先生 第三台 你早餐幾年了 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 你好,謝謝你 這麼好 不簡單 你現在開始下去做到 不然他比較企業的話 我以前傳統熟的手工在做 對 跟我們說他把他打底的鎮店 變成鎮店 變成鎮店 當初新的市場 沒有到五個 變成自己做的不夠 怎麼可能沒有人 對啊 那時候一碗麵差不多五角 一碗麵也五角 很貴 很貴 所以那麵麵也算 在那時才貴就對了 很貴 有時候要吃一碗麵 有時候要吃一碗麵 要是說 因為酒工的 肉還要吃新的 要用鐵 所以變成那時候很少 一碗麵 一個人差不多 對二、三十斤 就很棒了 要是 用那個打底的鎮店 變成有的 我自己有辦法 他有辦法 他有辦法 給人家 給人家 對 然後變成吉他 那時候 大家就來學 這樣 變得很方便 慢慢 大家說好吃 可以回去製作製 那是推廣 對 就變成說 公園的一個雛形 就起來了 就變成說 大家來吃吃米粉 就說 公園也想帶回去 然後媽媽就變成說 公園米粉 都是變成的麵塞 黃海瑞 對 同樣 有 嘿嘿嘿嘿 對 對 你手也有可能 那你手也有問題 拿著拿著用水 手也有看不到水 不會 就要很不錯 這樣還好可以 這樣還好 這樣我 我一定可以開航 我要來擦一下 你有客人 厥 這一定要喝 人要 pipe 煮得好,你剩下青菜而已,你看人家煮這麼好 你聊得好,說得讚才會好吃 還看到我愛心做的 有,感恩,大家都來做都要買 我們剛才看到很多創意一定開始出來 不過也是有的創意,對我們來的人來說 比如說泰國菜就好了 泰國菜,我知道在網路裡面看到一個 衣粒沙白涼涼,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我忘記你的名字 那麼它,先說我們台灣有三大偽泰國菜 第一行叫做打拋豬 因為這打拋豬,打拋跟高棧塔是不一樣 台灣都用高棧塔 所以它還有焦麻雞,焦麻雞 還有月亮蝦餅,根本就是台灣人自己做的 我們在泰國怎麼有這些東西 沒有這些東西 這說得很清楚,這三行 焦麻雞,蝦餅,打拋豬 這三行聽說就是我們的偽泰國菜 我們做回來吃看看 一陣子就出發,要來去台北 因為今天我在台北,有一個演講 拍這麼長 這是抖豬館十五萬年嗎 喔喔喔 一個抖豬館頭前可以拍這麼多人 這是國立台灣抖豬館 是台灣歷史最多的優勅,由一九一五年到現在 這就是我今天演講的主題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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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完之後,帶到朋友又要去吃米飯 不然這間是在賣什麼料理 是泰國菜 我們都在永安市場捷運站,賈富君很好吃的泰國菜 是嗎? 你不是說要去買嗎? 我剛剛中整價位,還不錯 好,那你趕快去買 來 這裡有一個特別的飲料 這裡有特別的,還有沒有泰國的 泰國的米蘆 生哈 對 普通跟泰國的米蘆 不是 其他都不是 對 不過還有這個 椰子汁 哦,椰子汁 對 用餐的環境很有質感 泰國菜 其實有五大菜蝦 分成首都中部南部北部和東北部五大區 好,現在來點菜 它是果粉的 它的口感吃起來很像可樂餅那種 那月亮蝦餅就是薄片 因為吃金錢蝦餅,月亮蝦餅 馬沙曼咖哩燉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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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泰國菜 這是泰國菜嗎? 對 哦 牛肉好了,還是要有一個綠咖哩 我想咖哩,我們就點不一樣的東西 哦哦哦,ok了解 馬沙曼咖哩其實就是泰國的南部菜 這個我可以在這裡喝小酒嗎? 這什麼東西要蓋住呢? 因為你還沒喝嗎? 我沒喝喔,這個蓋住了 表示乾淨就對了 對 對 好,來,喝一碗吧 對 來,倒一下 這個店質感的不錯 對 有什麼這間? 這是我們家富君 不會吃的泰國菜 哦 哦,那這間的題目是什麼? 這間的題目是 問題算是精緻 要介紹還沒過 哦,這樣哦 哦 它的英文名字很奇怪 嗯 叫做Coffee Food 哦,不是哦 Coffee Food 什麼奇怪? 對啊 這跟泰國菜也沒關係 對啊 對啊 那只是一個名稱吧 我看到很多東西不見得是泰國菜 嗯,對啊 德國啊 德國的長米啊 是哪裡的長米啊 小姐 來介紹一下這個是哪裡的米 這是泰國米 泰國米 長米嘛,我們看一下好嗎 來 哦 這是長米 好 這個叫什麼? 瑪莎曼咖哩牛肉 瑪莎什麼? 瑪莎曼咖哩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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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個有什麼特色? 這個它是用薑黃做成的 用薑黃做成的 對 然後呢? 黃咖哩 黃咖哩 啊,吃起來怎麼樣? 吃起來 特色 特色嗎? 瑪莎曼咖哩 是泰國南部的咖哩代表創 用它比較溫和,味道比較厚 這是什麼? 這是厚煎蝦仁烘蛋 厚煎蝦仁烘蛋 對,然後旁邊是配的是泰式的醬 哦,泰式的醬 對,聽到醬 哦,所以這個吃起來就特別的好吃 對 好,石井蔬菜 它裡面有高麗菜、四季豆、芥蘭 哦,高麗菜、四季豆 還有什麼?芥蘭 芥蘭 玉米筍 這是泰國黃式吃的嗎? 應該是吧 應該是哦 小姐,聽說月亮蝦餅是偽泰國菜 不是真的泰國菜 台灣才有 台灣才有哦 泰國沒有哦 泰國沒有 它裡面是 它外面是那個春捲皮 春捲皮 然後裡面是蝦子 但外面有些都是用花枝漿 我們是用真的蝦子 你說外面是 花枝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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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呢 我們裡面全部都是真正的蝦子去做 裡面都是真正的蝦子去做的 哦 這樣看起來很好吃 好讚 打包豬,這也是偽泰國菜 應該不是吧 打包豬是泰國菜嗎? 打包豬是泰國菜 是哦 九層塔炒豬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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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絞肉 好,謝謝 這個打包豬 這個打包豬 你是不是打包豬 你怎麼叫過 應該不叫過 我看起來很好吃 感覺很好吃 感覺很好吃 哦 那你平常是叫的 都叫什麼叫做 平常其實泰國菜也差不多都是這種 都是叫的 哦,都是叫的那些東西 今天比較不一樣的是 那個 咖哩牛肉 咖哩牛肉 哦 主要還是說 人 如果一個人吃的話 一兩個人吃 很難點菜 不然 他吃了 有商業有餐 他也都可以吃 哦,我哪有商業有餐 叫一個主菜 那他就吃 哦 跟你配配 這樣就對了 哦 這麼容易哦 吃什麼 喝咖哩 喝咖哩 喝咖哩嗎 對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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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料理吃完了 現在要去喝咖哩 這裡你的嗎 對 哦 怎麼在這間店裡開這間 我們在這樓 不管捷運站 哦 哦 所以就直接開這間 就對了 這間會把米糕骨子加阿倫 烤到這樣 樓上有 哦 那很香啊 我想說 一定會進 你為日本 對 然後 你拿來拿來 拿去 你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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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這裡有塔樓牌 在給別人 算名 啊 很多年輕人來這裡 客人 這兩杯 這兩杯都是什麼咖啡 這兩杯都是最基本的美式咖啡 美式咖啡 那什麼 NOTCH 的意思 NO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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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算 啊 都算泰國菜 越南菜 什麼菜 一定要變成是一種外籍移工的重要的一個美式咖啡 這是很尖銷的地方 所以帶大家來去看 我們先休息一下 金錢蝦餅 那裡這麼剛鷹的 台國的蝦餅 對 對 好 一般您的先 五一手 好 來 離我家 這個是 愛用手的鍋子好吃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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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爸爸走 了解台灣的文化和文明 李尚厚 大家好 我是許醫夫 那麼在特洪車頭後面 有一間東南亞一條街 我特別去吃他們 正駕鋼 泰式料理 一碗 吃完之後回來還要畫得這樣 漂亮 這間好吃嗎 這間就是駕鋼 他們的這個 在泰國人的這個 算是後代 移民在台灣的 他們說他們 正駕鋼的就是 泰國料理 我們走回來吃看看 這間駕鋼的 泰國炒飯 不用去東南亞吃 在我們台灣 就有了 隨我來的 這是特洪火車頭 原來那個做飯的火車頭 一定沒去 現在回來做新的 是火車頭的後山 另外這邊是火車頭的後山 另外這邊是火車頭的後山 後山 後山 又現在後山不吃也不少呢 這間十元 這間十元而已 你是在做主線 事件嗎 剛好有很多新移民 和移鋼 所以要準備這種 火車頭的機器 從後來走出來 吃到的是 炎平雞 這就是有名的 炭蘭仔一條雞 如果要吃到 正港的炭蘭仔口味 就是這條雞 這是最有名的 泰式餐廳 泰式餐廳 有價格 看起來 浪漫裡面 這間是有名的 沙拉底泰式餐廳 看這些東西 吃平價 這間這麼大間 一個店面 兩個店面 三個店面 這間也是泰式餐廳 這是勇舜小吃店 叫浪漫小吃店 這位一些小吃店 這間也有一個 揤姆 麵條ain 看起來行李應該不錯 現在他們的店面都很大 今天現在來吃泰國菜了 的前期間也有幾班 中央的小中央看起來還不爽爽 菜單是兩種機閃 所以台灣人也可以是不爽爽 對,它菜很多啊 我們平常吃到的 比如說這個麗咖哩海鮮湯 但是我發現他們還有很多不同的 你看蟹棒煎蛋 豬肉煎蛋 香茅炸雞肉還有一款 這麼多還有個人餐 還有個人餐 奶炒板條 板條根 和粉 還有醬 這個叫做泰式奶茶 泰式海鮮炒飯 泰式海鮮炒飯 不過我們要吃泰式海鮮炒飯 是誰 這個特別不一樣 奶龍 蜂蜜 黃瓜 泰式海鮮炒飯 對 裡面有什麼 看看 裡面有蝦蝦 蝦蝦 這是什麼 是燒蟑蜜 泰國也有燒蜜蜜 還有燒蜜 嗯 這樣就覺得蝦蜜是主要 老實說來吃吃港的泰國菜 才發現說 以前我在泰國菜大山店吃的 哪有都沒吃 泰式東北酸辣 豬肉湯 泰式 松北 松北 你不是酸北 東北 東北 英國有一個泰北的 泰式東北 酸辣豬肉湯 酸辣豬肉湯 哇 人啊 豬肉 有酸有辣 對 茶莓香蟲 香料都不一樣 香蟲都贏的 對啦 贏的泰國菜 我看泰國人怎麼在吃 半條根雞 半條 對 他們有半條 那叫什麼 做雞 雞肉 哦 半條根雞 對 這以前在泰國 比較窄 有啊 我沒看過這麼久 對 叫一個人來吃快 嗯 叫人是這裡吃到的 跟台灣人開的泰國料理 煮味都不一樣 哦 謝謝哦 那麼在台南 有一個叫做 南邦泰式料理 他這個老闆是台北人 這當然是 泰國人來做的 啊 沒有照白 啊 也是中風到很普通啦 可是你如果是沒有定位 他沒給你吃 你一定要穿定位 定位之後呢 他還要給你吃 不過他的東西是這樣 他的東西我覺得是 也有比較從俗啦 就是因為 台灣人 印象裡面 什麼月亮蝦餅啊 這個九層塔 這都是台灣的東西 結果呢 他之後呢 照台灣人 你看看這間 這是他們的檸檬如魚 這都是照台灣人 這個 烤米下去做的 所以我們做回來看看 這間 哇 米洞裡面 南邦泰式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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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跟我說 這裡有一間 駕駛泰國人 開的泰國菜 所以 就一間 吃食湯 來試試看 煮味有到底沒有 對 到之前都不開 有什麼 吃食湯 看看 要叫我 淘汰式料理 你看 你這間 有床 有床 沒有 在床 你 你光良 要拿出來喝嗎 對 那些是廚房 知道 找到螺女 看看 這樣做160 對不對 那裡是叫幾號 叫不到 叫誰 叫一個蕉麻雞 蕉麻雞,這是偽泰國菜 辣醬燒茄豬 燒茄豬 打包 青菜我叫一個豆醬 它是比較不一樣 豆醬空心菜 綠咖哩 然後銀片湯 湯的話是銀片湯 木耳煎蛋 我叫一個羅旺果汁 羅旺果汁,ok 所以你 我在叫一樣 我羅旺汁不要了 這間 這間是誰推薦 我要來買一次 還不錯 你說他老闆是泰國人 真的嗎? 沒有出血就對了 很神秘 定位才吃得到 外送還是什麼 沒有,他不是外送 人家來自己拿的 他自己拿的 杯香茅 綠色的線上 這個是紅茶 沒有兩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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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隔壁 這個隔壁 帶飲料的話就自帶杯 自帶飲料杯 這個隔壁 就可以扣 減價 中餐時間限 九十分鐘 我定位 我定位這兩位來 不好意思 沒有位置 這個菜鍋有什麼 鵝啊 木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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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木須 木須 木耳 而且是黑木耳 這是我的飲料 這是什麼? 這是米咖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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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的新的餐哩 叫米咖哩 味道不知道 都叫做哪 很重 這來粉開 來燙 是米咖哩 不錯 不錯 吃飯 吃飯 你要自己吃嗎 不可以嗎 不是吃飯嗎 中辣 怎麼不可以 很漂亮 你看 這個是誰 香港那個是誰 辣椒 辣椒 中辣 因為中辣 辣椒 對 而且這是中辣 等一下我幫你吃辣椒 這看起來好像沒有感覺到辣 因為他通常不敢幫你們下太重的東西 對 你們第一次來 我不是第一次 沒有其他的忙 還是什麼 可以 什麼 魚香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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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什麼 辣醬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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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茄子 茄子 辣醬 豆後有蜈 這有香嗎 蛋糕有香 喔 蛋糕有香 喔 蛋糕有香 真簡單 這個有什麼香 都沒有吃 都不香 這個的 我還叫金錢蝦餅 金錢蝦餅這裡這麼一口 泰國的蝦餅 對 金錢蝦餅這裡這麼一口 三零就先問一個來喔 好,來,因為我家很近 我這個是愛有趣的,聽起來好叫 來,盤子來 盤子來 盤子來,盤子來 那我終於今晚沒有我吃的,來吧 好,謝謝,謝謝 來,弟弟啊,你的朋友 你有那個好了啦 我用你來這麼多 來,有了什麼 好吃嗎 對 我跟他起味 我跟他起味喔 這就是在這裡,醬料味料 這有每天有每天的味道 魚 這個放後面好了 牛肉 是啦,曬菜要好香 這檸檬,他出動的時候一定要真的用檸檬 有的人都要加一些什麼香料 什麼的一大堆這樣 那你就要用檸檬,這樣才會好吃 雲南 雲南菜 雲南因為我們是北部,靠近那邊 所以我們的菜系也會有一點偏雲南 哦,也會偏雲南一點點 雲南那裡工心菜 這樣工心菜 蛤 雲南菜 我不是,我沒有叫蝦醬 我叫豆醬 豆醬 豆醬 我叫蝦醬 哦 就是豆醬工心菜 是,雲南人 島是大胞豬 這不是專家叫大胞豬 他說大胞豬 平常有大胞豬 是, Cincinnati 你tsu 在說大胞豬 我的大胞豬 沒有蔬菜 對啊 我今天吃藥的菜 你用姜麻糬喔 姜麻糬 姜麻糬好吃喔 木瓜絲 不管各有木瓜絲 那那沒肉嗎 有很多種 雞肉也好吃 雞肉也好吃 蛋也不錯 很香 今天就對了 感謝我們主意 烤醋 烤醋 什麼烤醋 你怎麼說這樣 那這樣啦 你給你請 什麼湯 什麼湯 魚片湯 魚片湯 什麼魚 什麼 這跟什麼 滷魚就拌 這是什麼魚啊 老闆娘 滷魚 滷魚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綠豆藝人 綠豆藝人 這是嘉義人嗎 綠豆嘉義人 綠豆嘉義人 綠豆是哪裡人 嘉義人 好 這樣我們吃肉走出來了 現在要去的 這是走到的 OK 今天可以看到很多台灣的料理 開始有很多不同的創意出來 順利我們台灣的飲食文化 越來越多遠 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再來呢 我們後禮拜要帶各位來去 聽說是全台灣最漂亮的車頭 他這是用什麼 用那個 我們在種那個 種補生菜櫃 做的菜瓜棚 這個畫面 其實很多人去看的時候 都說 這是種菜櫃 要不要先種一些菜櫃 在上面 這個呢 非常漂亮 有很多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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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籍 什麼 大家都會全港 來負責 他這個 不是一般這種車頭 這一定是變成是一種 親子去遊樂區 現在坐火車的人 比較你 尤其是當勞 沒那麼多人 要怎麼呢 有很多車頭 就要改行 如果小勞 有更多人的所在 要怎麼呢 也要開始改變 比如說 有很多商店 就在這個 社群網站 比如說 松山車站 整個都是 旁邊都是那種商場 在裡面 你要來到 整個 往南一直走 沒有到那種 這個 三井的 Outlet合作 所以現在台灣 慢慢 車頭的 這個形勢 一定在改變 這是一個 很好的現象 也就是說 我們開始 俗客說 這三不救我 我來救三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就是 我們 這個台灣文化 改變一個 好的方向 在這裡 我們做回來 關心 後禮拜做回來去看 那隻頭 我是余夫 後禮拜再會 拜拜